亲爱的朋友你好,大家都是有缘之人,如果可以的话,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,分享一下,十分感谢。 我沉入了这片海,我变成了他们之中的一个,诱惑是伟大的。 我听着他们的故事,听着一个中国人怎样位置一份心灵的纯净,居然敢在二百年时光里牺牲至少五十万人的动人故事。 在以苟存为本色的中国人中,我居然闯进了一个牺牲者集团。 我感到彻骨的震惊,他们如幻影在我两眼里闪烁,他们如波涛拥在着我,他们生动活泼,酣直淳朴,但是想想他们已经是一种享受。 他们在《折合人耶》中有一个集体名字——多斯达尼。 这个词是中国回民常用的多斯蒂朋友的附属。 对于我,多斯达尼就是中国底层不为牺牲坚守心灵的人民。 难道可能概括多斯达尼吗?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,都因为身在这个几十万人的集体里,才强悍有力并身材照人。 他们几十万人,都因为正在坚持着一种精神,才可能活得震撼人心。 我只能尝试以这种精神,作为我这部毕生做的主人公。 文学、艺术、学问、认识。 当我独自把这些概念推诉到他们的初衷,当我苦苦询问着他们的原初含义时,我为自己激动。 走向这样的道路,犹如钻入黑洞,走通了有一种初欲的晕选。 让自己的文章纳入深沉的禁忌,让自己的真诚升华成信仰,让自己的行为采取多思达尼的形式。 我为自己获得的这一切激动不已,我下定了这最终的决心。 用我以前评语感找到的词汇来说,我踏上了我的钟旅。 不会再有更具意义的奋斗,不会再有更好的契机,不会再有能这样和底层民众结为一体的文章。 回民把具有宗教意味的决定,叫做举意或者举灭帖,灭读涅音,我举意。 这是最初的也是最终的灭帖。 做一支折合人烟的笔,写一本他们会不顾死活保护的书。 有过这样的事,在海固者和人烟起义失败之后,那是在1940年。 国民党近角山区的队伍,叛得起义领袖马国瑞师傅曾经前居在一个小山庄。 在那里读书半教,那个小山庄在雇园,叫双灵沟,师傅住在一个叫马天才的人家里。 马天才投身起义,家里女人娃娃守着师傅常常阅读的两目香书籍。 后来,官军听说了师傅曾经在这里住着读书,就发兵前来马天才家搜查。 当时,那女人正在切菜,见官军一拥而入,她举起菜刀便砍。 兵被她砍倒了一个,她也死于乱刀之下。 官军毁了她的家,但是没有找到那两项书籍。 四十多年以后,折合人也能够公开了。 这家人的后代找到了国瑞师傅的一妇女,风琴姑姑,正是把那两目香书还给了她。 去年,我看到并浏览了这两目香书。 母香子很旧,书籍大多梅黄了。 我说不出自己的感动,我觉得只有这些书是幸福的。 这件事给了我极深的印象,也许是给了我强大的刺激。 我无法赶开那些书的影子。 我也写了几本书,占着他人不知的心血。 但是我没有看到过读者对我的保卫,只看到他们不守新永地离开。 在我对自己的生命之作抉择了以后,我不能不渴望读者的抉择。 当我觉察到旧的读者轻松地弃我而去,到书摊上寻找消遣以后, 我便牢牢地认定了我真正的读者,不会背叛的读者折合人也。 一想到这部书将有几十万人爱惜和保护,我的心里便充满了幸福。 这才是原初的作家的幸福。 为了夺取它,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,任何苦楚都是可以忍受的。 我举了意,大西北,尤其是折合人也回民,热烈地欢迎了我。 三四部一直为他们秘藏的,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写下的内部著作,为我译成了汉文。 悄无声息的大规模调查开始了,近一百六十份驾驶和宗教资料送到了我手里。 一切秘密向我动开,无数村庄等着我去居住。 清真寺里的学生满拉正当我的秘书,撇下年轻的妻子陪着我寻觅古迹。 困难时,尤其是当我退职成为一支笔以后,德高望重,八方文明的大哄,礼拜四教掌们破天荒地用汉文写信,给我寄来安慰鼓励。 我又一次出名,这一次是任何名人都不可能想象,而我却竭力追逐地出名。 从西海孤岛青铜峡,从甘肃到新疆,山区川地里的农民们,半准不准地传说着我的故事。 我尝到了从未有过的快活,自豪和幸福,没有比这更值得献身的事了。 我的心中只有这一片光明。 我的抉择,我的极致,我的县界,都仅仅在这一件事情之中。 1989年秋,我宁静下来,开始了我的人生耳脉礼。 耳脉礼,回民们一般指某种宗教功课,指的实干。 折合人也回民为这一项虔诚的耳脉礼, 哪怕是用于圣餐的一支机,也要栓上用净水净食为一个月。 二百年里,他们常常把上阵牺牲和耳脉礼合在一起。 这个概念,比起一般日常的宗教生活,礼拜,诵经等,往往有着更沉重的分量。 我提起笔,从未感到笔竟能如此沉重。 形式,我个人作为一支笔的形式,已经决定了我这部作品的形式。 一种人心的追求,造成了一种凛然的人道精神。 这种可以活在穷乡僻壤,可以一贫如洗, 却坚持一个心灵世界的人道精神, 造成了一种如一片岩石森林般的人民。 这种人民簇拥着他们的领袖吉圣徒,称作穆勒什德。 几十万民众把自己的故事,划分在一代一代穆勒什德的光阴里。 因此,我以他们的形式为自己的形式,把此书划为七代。 每一代故事,都是用哲和仁耶内部秘密抄本作家的体力, 称之为门,而不称为章祸部。 一共七门,勾勒哲和仁耶回民的一半故事。 当代和未来的故事,也许我没有力量续完了。 我的这部人生之作还有一个举一,那就是呼唤。 我呼唤着四十万折和仁耶人民的子弟和年轻的一代。 我的心血已经将要枯竭,我的旗帜已经褪色破碎。 我只能刻出这片岩石森林的一个模糊的轮廓。 以后的事情要靠你们了,弟弟们。 还有你们,我并没有忘记你们,我的汉族、蒙古族,以及一切我的无形的追随者们。 我没有在任何一个瞬间忘记你们。 我用汉文写作,我落草于北京,我远离我的哲和仁耶,也许直接援助我的正是你们。 你们不能够因为看见我走进了那片黄尘弥漫的沙沟,就以为我舍弃了你们。 不,不应该认为我描写的只是宗教。 我一直描写的,都只是你们一直追求的理想。 是的,就是理想,希望,追求,这些被世界冷落而被我们热爱的东西。 我还将正式描写我终于找到的人道主义。 你们会在读完后发现,这种人道主义要远比中国那些知识阶级廉价拍卖的货真价实。 我借大西北一抹黄色,我靠着大西北一块黄土,我讲述着一种回族的和各种异族的故事。 但是,人们,我更关心你们,我渴望与你们一块寻找人道。 我终于描写自己的母族了,但是你们应当作证,这里毫无瞎碍。 这里含有人,做人,人的境遇,人的心灵世界和包围人的社会,人性和人道。 这里有一片会使你感动的人的光辉。 你并不是随时随地能发现这种光辉的。 1987年,当我访问美国纽约的国际犹太人组织总部时,他们唯一为中国回民来访而奇怪。 我当时曾经说过,只有犹太人的分散和受难才和中国回民的境遇近似,或许犹太人才是中国回民的参考。 后来,我给外国的犹太人朋友写信时,我刚刚第八次从我深爱的大西北归来,此书的写作已经准备就绪。 我心中堵塞着对折和人烟悲壮故事的感情。 我写道,也许主为了证明,在欧洲选择了犹太人。 主也是为着证明,在中国选择了回民。 这些话只说明,我厌恶狭隘。 当你们在我的书中读到一些动感情的段落时,我不希望你们古怪地产生任何隔膜。 那是因为折和人烟人民为着心灵世界不受侵犯而付出的太惨重了,而且他们沉默得太令人难以忍受了。 我将告诉你们的折和人烟的故事,其实正是你们追求理想,追求人道主义和心灵自由的一种启示。 你们可以获得经验,决定未来的取舍。 对于我,对于你们从黑骏马和北方的河以来就一直默默地追随的我来说,这部书是我文学的最高峰。 我不敢说,我还会有超过此书的作品。 甚至我还在考虑,就以这部书为句号,结束我的文学。 对于我在1978年童言无忌地喊出的口号,那备受人嘲笑的为人民三个字,我已经能够无愧地说,我全美了它。 这是对你们的一个约束,如今我间约了,没有失信。 为了你们,折合人烟以外的世界能读得通顺些,我在这篇前言里尽量介绍了一些常识。 但是,这毕竟是一种漫长的沉默,在初次诉说,这毕竟是一种秘密第一次公开,阅读中仍会稍感晦涩。 我使用了不少隐文,因为它们是一些文人界外的大作家的秘密抄本,不引用实在可惜。 为了此书,折合人烟拿出了所有秘藏,甚至鲁迅在逝时他们也没有拿出来,甚至顾鞋刚住在甘肃他们也没有拿出来,甚至范长江访问了他们的家他们也没有拿出来。 我和折合人烟几十万民众等待着你们,我们把真正的期望寄托给你们,汉族人,犹太人,一切真实心灵的人,发掘出被摩顿的感性,回忆起消失了的神秘瞬间,正视着你们经常说到的爱心和人道,理解我们吧。 茫茫的黄土高原和大西北向你们动开了,欢迎你们,肤浅和旅游就要消失,你们会觉得抓住了一种真知灼见。 走进来吧,习惯干旱和酷烈的风景,忍受锻炼的艰苦。 你们一直怀着的那个愿望会实现的,你们将是有血有肉的人。 以我的这部书为地图,当你们也八次从大西北,十次从西海故归来时,你们会感到你们已经参加了我的创作。 我相信,当你们擦掉额上的汉剑和黄尘,重新细细品味我的著作时,你们会发现它因你们的参与而完美了。 那时,你们不仅觉得自己触照了我的心,也觉得自己触照了大西北的心。 我的感情,你们的感情,死去的烈士们的感情会彼此冲撞。 那一刻的震撼将无法形容,我坚信那千金难买的一刻一瞬,我崇拜它。 未来的人类将因此而羡慕我们。 他们会觉得,在人世间,再也没有一份比这更珍贵的感情了。